大家好 我叫北茲美金瑞 我在中国当老师教日语差不多十年以上了 在日本国内也当过老师 在中国国内也当过老师 一共就很长时间当日语老师 大多数都是母语 我的学生大多数母语是中文的学生 特别优秀 很多很多我以前的老师有说过 最优秀的是母语是汉语的老师 这些大家也听过 所以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上课 我的专业也是对外利语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通过YouTube下面的コメント 有些问题可以问一下 今天有的同学问过这个问题 Node カラ クテ デ テ テ 先生有什么区别呢 非常优秀的一个很年轻的学生说 試験が難しいので分かりません 先生 Node 对吧 我是礼貌呢 对呀 Node 是礼貌的时候用 很好 難しいので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因为这个考试很难很难 所以我不明白了 我不懂 那为什么呢 我说明的很难 当这么长时间的老师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怎么能这么难呢 Node カラ 一般很简单的说 皆さん 尽量用Node Node 离貌 而且现在是简体Node 也可以说离貌Node Masので 都也能听到 学生考试之外 考试的时候简体Node 所以Node 很方便的这么说 但是一旦听这个句子的时候 我就是 道歉 ごめんね 我的生命不好 那 老师 为什么不能用呢 因为Node 的时候 必须要 最好 不是必须 最好 对听话的对方 就是口语 现在交流的对方 有什么作用 啊 别人说 先生 この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ので 補考して欲しいです 補考してください 这样给我们不可吧 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尽量 后面有个尽量 然后给对方 有受影响的时候 有作用ですね 对方有稍微受影响 有作用 这样的情况需要Node 那普通的 普通的自己的感想 普通的感想的时候 而且这个非常非常重观 你觉得这个難しいです 但是别的同学觉得一般般普通でした 所以新论词 每个人的想法 感觉 标准不同 这是新论词的一个特点 是吧 主观 所以新论词的时候 后面什么 依赖 请求 允许 拒绝 什么也没有的情况 普通的ます 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自己的感想的时候 完整就是自己完整 就是跟别人没关系的情况下 最好用 一型论词的理由 用什么呢 可不得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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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ので 帰っても いいですか 分かりますか 痛いので 後面 马上有が出现 请求 这个行方 不得 不得 也不能用 Color Color 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手法 也对客观的内容 但是更重要的 Color 更重要的就是 这个是非常不太礼貌 朋友之间可以 宿命也可以 朋友的话 不太礼貌 为什么强调呢 因为呢 交流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尽量用ので 如果说错了 但是呢 用礼貌的话 没有人会先接 他就会喜欢你的 啊 虽然有错 但是呢 心情呢 说到了 这些日本人 可能是感觉更重视 这个 看不见的里面的 你们的心情 说正确的理由 也重要 但是呢 更表示 我是好人 我很愿意 尊重你 这样表达的能力很重要 机器人的时代 这些很重要的内容 啊 我又是走别的地方 回到 ので からですね 所以这个 お願いします 的情况用ので ですね はい 難しいので 歩行してくれませんか 这个情况 老师お願いします 就 回答 頭が痛いので 帰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帰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这是情注吗 不是 这是允许 允许和情注 稍微不一样 下一部 我可以介绍 我想介绍允许和情注的区别 经常用两个语法项目 那接下来呢 から是什么时候 可以用呢 口语的时候 我就是 只要是讲口语 から的话 啊 今日は日曜日だから スーパーが混んでいますね 这个时候 听话的人 没有关系 我就是描述 这个社会 我看见的事实 旁边的 这个周围的情况 描述一下 情况而已 跟别人 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 非常客观 也可以说客观 事实 我就是说 事实 客观主观 这个定义 也是有点复杂 所以我可以说 事实 から 日曜日だから 日曜日だから 人が多いですね 嗯 这个新冠 可以用 から 嗯 也是 室面有可言 可观的内容 可观的内容 而且前后 都有が 事件比较好 日曜日です それで 人が多いです 事件 A 事件 からB 事件 A和B 都是比较可观的 就是事实的内容 中间 から 跟听话的对方 没有关系 这个 尽管用から 那接下来 两个 一个 就是 で 名字で 疫情的时候 我们日语 叫 コロナ コロナで 网络から オンライン授業 になりました コロナで オンライン授業 になりました 日本は 经常有台風 然后 就 取消客 經常有 这个情况 大家虽然高兴 但是台風 是不好的内容 自然災害 後面 加 で 自然災害的理由 で で 发生一个事件 用的时候 这个情况 で 台風で 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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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行 になりました 修校客 台風で 急行 になりました で 好理解 前面 都是可以 不法的内容 事故 で 家事 で 課税 で だんだん 好理解 那最后一个是 動詞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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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帰れなくて 寂しい です 現在 網路 也不好 電話 視頻 聊天が できなくて 寂しい です 不好意思 できなくて 有點 帰れなくて 寂しい です 両親 に 会えなくて 本当に 寂しい です です みんな 大家 同学 どういうが 很好的電話 我用的是 一時 中国 上学的時候 一時 用一個電話 パソコン 買不起 パソコンが 買えなくて つらいです 痛苦 悲しいです 後面 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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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 後面 感情上 形容詞 出現 た し ほ 用て て かえなくて 肯定性 肯定性 應該 先 し な 我 打工 努力 アルバイト して お金をたくさん お金をたくさん 稼ぎました て て そして うれしいです ともだちと カラオケに行って 楽しいです へんかいしん ともだちとカラオケに行って とても楽しいです ても複雑な問題 こんな複雑な問題解決だ とけって へんかおしん うれしいです はぁ へんしわん 感じすっきりしました どうかい て トーンズ て がんじんしん て しんろんつ はい いあさんすうういち カラ ので しんろんつ くて みんつて トーンつて てがうがりょう せつぞくじょうし れんつじえつ 大家整理一下 還不明白 下面コメント 跟我連席 有別的問題 随時問我 希望大家 おつかれさまで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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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